酒驾撞死人的案件一件又一件的出现让人看不下去 那么新的处罚条例明天3月1号正式要上路了 明天开始你酒册超标 你要是拒绝酒册最高都罚9万 而且酒册值呢 本来0.55毫克是触犯公共危险罪 现在下修掉0.25 0.25到底是有多少呢 吃一碗姜母鸭或者是喝一杯Whispeed呢 酒册值就可能会超过了 而且就算你喝解酒液都没有用哦 3月1号开始酒驾行至上路 酒册值标准下修是0.25 我们来列出四种最常含有酒精的食品 看看哪一种最容易超标 不管是香气四溢的姜母鸭 许多来你爱喝的提权药酒 或是四层汤还是麻油鸡面线 大块躲一后立刻做酒册 吃麻油鸡泡面酒册值0.03 四层汤0.15 药酒最高有0.84 姜母鸭第二也有0.63 我们实际酒册出来 吃姜母鸭跟提神药酒都超标了 我们来试看民众一般认为 漱口水跟解酒液 有没有降低酒册值的作用 让酒册值最高的药酒和解酒液 在座酒册还有0.66 另外吃姜母鸭漱口水使用后 还有0.43 在新制上路后依旧都是超标 酒价的金额有6万块最高 提高到9万元 另外就是5年以内 两次酒价 我们发款提高到9万元 酒价先标准更严格 但指法方式台湾各地却都不一样 以基督为例 两次累贩就会被关 贪然是累贩加肇事才会入肩 其他地区各有标准 竟出现一国多治的怪现象 3月开始 全国酒价大取地 要将酒价乱象降到最低 专讯刘晓鸭教授 台北报道